打开之前我们项目代码中的 router.ts这个老的文件 我们现在还差两个接口 没有迁移完成 一个是爬取内容的接口 一个是展示爬取内容的接口 这块呢 我们可以把它单独的放到 另外的一个控制器里面来编写 因为它和登录实际上关系并不大 所以首先我在controller下面 去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叫做corner controller.ts 然后我把logincontroller的代码 复制一份 粘贴过来 删除一些我们具体的这种逻辑 只留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这里面我把它叫做 crawler.controller 保存 然后呢我们改一下下面的东西 我们打开router.ts 在这里它的路径分别是get data和show data 所以我先把get data这个做一个迁移 我关闭掉logincontroller了 让我进入到router 我们把它进入到curler.controller里面 当用户讨论 當员DaThötter这个路径的时候 我希望在下方冷箱 TS里面 把Croller和Analyzer 剪切一下 在这引用一下 引用的时候路径变了 你要到上一层的UTO里面去取 所以这块再加一个点 保存 OK现在只有这个getData 和CrollerController报错 说什么呢 说ExperimentalDirectCreators没有打开 其实它是有一个延迟的 我可以关闭掉一下 再重新打开 还是有问题 那我可以打开一下tsconfig.decent 我们看一下 这确实是打开的 然后再回到CrollerController里面去 好 这个时候它不会报错了 因为它可能有一个tsconfig 这样的一个缓存 造成的这种问题 现在再进来 它就不再飘红了 不飘红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迁移呢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在这儿 它会用到一个叫做checklogin 对应的中间件 那么现在我的代码里有没有用这个中间件 并没有 所以我需要把中间件的使用 也迁移到新的代码结构里面去 怎么迁 我先把中间件迁过来 打开roaster.ts 这个中间件我先剪切一下 粘贴到我的这个新的代码里面来 OK保存 这里它说next function找不到 那其实它是express提供的一个类型 所以在这儿我引入一下next function就行了 那么怎么让一个方法去使用一个中间件呢 这个时候我可以自己啊 再用decorator的语法去写它 比如说我可以用一个use这样的装饰器 表示呢 我这个方法要使用某一个中间件 我要使用哪个中间件呢 使用checklogin这个中间件 我希望语法是这么去写的 那么我接下来就把use这个装饰器给它写出来 首先我要用这个use的装饰器 那么上面我这块不用post了 那我把use放在这里 所以在decorator.ts里面 我们要写一个use这样的装饰器 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这样去写啊 export function use 那么它会传过来一个什么呀 它会传过一个middleware对吧 middleware的类型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request 叫handler 其实中间件的类型 一般都使用一个requesthandler 就能做一个表示 它就是一个函数啊 OK 那中间件 我们这么去写 这块东西它会爆红 原因是我上面并没有引入它 从哪里引呢 从express里面 我们去引入requesthandler 这样的一个类型 一个装饰器 能够接受一个中间件 当然它要返回一个真正的装饰器 因为这是一个工厂 对吧 因为我现在 大家来看 你这里要传参数的 打开caller controller 好 你用这个装饰器 要接收这样的参数 所以它必须是一个工厂类型的装饰器 那你要return一个真正的装饰器 所以return一个function 这个真正的装饰器呢 会有几个参数 首先会有一个target 然后有一个key对吧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们要用reflect.define metadata 再去在这个方法上面 去定一些原数据 那首先原数据的名字 就应该叫做middleware 因为我要去定一个中间件 那它的值是什么呀 是你传过来的这个middleware use的装饰器就写好了 它能够把你的这个中间件 注册到这个函数上 变成一个函数的原数据 行 那么接下来 我需要这个函数去用这个原数据 怎么用呢 一样的打开decorator.ts 我们呀 在这里面 控制器里面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上面呢 我获得了handle 获得了pass 获得了method 现在我再获取一个什么呀 const middleware 等于 这块复制一下 reflect.getmetadata 从这个方法上面取什么呢 取middleware这个东西 那么有了middleware 下面我可以就这么去写啊 if middleware 如果有middleware的话 我就怎么做 否则我就怎么做 好 我这样去写 如果你有 middleware的时候 我让它执行 生成路由代码的时候 在这儿把middleware给加上去 好 否则的话 我就不使用这个middleware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大家想如果我这个上面 传了一个check login 这样的middleware进来 那么生成的这个路由啊 它上面是不是就会带着这个中间件啊 那么中间件是不是就被正确的使用了呀 OK 我把代码就改写成了这个样子 那理论上 现在整个代码的逻辑应该是OK的 我们可以保存一下 在控制台里面运行一下 npm run dv回车 OK 它没有报错 我们到浏览器上刷新啊 现在处于一个登录的状态 我们进入到get data这个路径 大家会发现它会报 找不到这个路径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原因是不是因为 我现在定义了这个控制器 但是这个控制器有没有被执行一次啊 corner controller有没有被执行过一次 这个类 它并没有对不对 所以你上面这些元数区 它是收集不到的 怎么才能让它运行一次呢 很简单 在我们的index.ts里面 跟login一样 我去用一下 corner controller 然后保存 我们再回头看 刷新 success true就成功了 那么我们回到首页 我退出 它现在处于一个退出的状态 那假设退出的状态 我访问get data 它会提示 请先登录 那写到这儿呢 我们发现 没问题 我们这个中间件啊 在我们的路由上 就被正确的使用了 好 回到代码里面 那么现在 老的router.ts里面的代码 get data 我们也已经迁移完成了 只差最后的一点内容了 就是这个show data 我们就在corner controller里 这show data 一并的进行一个编写 复制一下这块的代码 然后呢 我改称show data 一样呢 Tia要用一个check login 方法的名字 我们改称show data 方法的内容呢 我们来复制一下 这段代码呀 注释解掉 剪切 粘贴过来 保存 然后呢 pass和fs会报错 那么我们就把这段的 这个 fs和pass 给它解掉注释 剪切 粘贴到 我的这个文件里面来 像这种核心模块 引入 放在最上面 回过来 router这个老的代码 其实我们要用的东西 就没有了 它已经被完全的 迁移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router.ts删除掉了 好 关闭啊 删除完成之后呢 我们去再到浏览器上 看一下现在代码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运行 回到浏览器 我们呢 进入get data 它会提示请先登录 我们进入show data 它也会提示请先登录 那么我就回到首页 先去登录一下 密码 我输成123 登录 OK 登录完成之后刷新 我们点击 爬去内容 可以爬去 我们点击展示内容 它说数据不存在 原因是什么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找到curler这块的代码 它会去读哪里的东西呢 大家看啊 它会去读上级目录下的data 下面的cost.json 那其实现在目录结构改了 这块我应该再往上找一层 对不对 改写一下保存 然后再到浏览器上 我们刷新 确实数据就可以展示出来了 OK 那么写到这里呢 实际上我们的代码迁移的工作 就完成了 好 大家呢 可以参考我的代码 自己把自己的代码运行成功 跑起来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这么多 大家加油 谢谢整个小时 你们看 一会儿 我们下层 还有 不知道 我们下层 就 找到了 google 找到了